与望远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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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没有办法 第一问大家做一些电影的感觉 然后基本上 我也不能够说完全像是一个女生人 但是我有在写跟电影相关的东西 然後我基本上以前在做事就是希望 不管我談的是哪一部電影 都能夠從裡面談到跟政治相關的事 不過那政治可能就不是什麼藍綠政治 不要變成什麼社會議題相關 或者階級相關的 然後因為今天這個過程 我覺得我的工作應該是要從電影主法 然後我等一下會稍微談一下 因為這部電影大家應該會覺得是一部很簡單看的電影 應該吧 然後因為我以前做的工作 就是把那種所謂藝術店很難的 試著把它說得很簡單 但今天這部電影是一部很簡單的電影 我想要試著把它說得很難的 就是我會提出一些這部電影用哪些手法 然後它可能會持向 那些我們可以再繼續思考或討論的地方 一開始我想要先問大家 就是大家看到這樣派會這部電影 為什麼要歸類它 因為我們看 不知道他也有這樣的經驗 看電影可能會 看電影可能會 這部電影可能是鬼片 或者是一部什麼警匪片 很快會去對電影做分類 或者是這部電影可能會自己先分類的 然後它會吸引個別的觀眾 那我想大家可以先想想看 這部電影如果先要問你說 你要跟朋友講說我覺得看了真電影 那他會問你說那是什麼類型的電影 你為什麼會這樣 我都會掉四個 第一個我可能會說 它可能是一部冒險電影 就是大家知道想到後來電影會想到什麼 比如說什麼 寻寶 尋寶相關 然後 通常啦 這種冒險電影齁 其實都會有一個任務 會有一個任務 然後這些人物其實就是要完成那個任務 比如說 魔戒也是一個冒險電影 這應該是大家最熟悉的 那大家就可以想想 在這部電影裡面 如果我說 新東大王孫中山 它是一部電影 新東冒險電影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任務的話 我可以請大家先想想 它的任務到底是什麼 裡面的人的任務是什麼 然後 為什麼是這個任務呢 還有 他們 選了 就是 他們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從事這個任務 然後 還要問的是 是什麼樣的背景 或者 我們用比較社會學的理會來講 是什麼樣的結構 來促使他們 去做 這樣的行動 然後去達成這樣的任務 正是 如果我 把這部電影看成 是一部冒險電影的話 我可能會想問大家的問題 然後 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 這種電影齁 就是大概 我一起來看 那部電影 它其實只有那種冒險電影 什麼元素啦 一開始可能會有一個原音嘛 一個奇音 然後 之後它就開始計畫 然後 行動 最後就是結果成功或失敗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這個 看成新故冒險電影 還有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一部 竊賊 竊賊片 大家有沒有看過竊賊片 就是那部電影 它其實就是要講 偷動性的過程 如果大家有看過 如果大家有看過片的話 那小組還可以重複說 他沒有偷動性 那 那我想要問 就是大家想到偷竊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想到什麼呢 我大概有想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 偷竊的前提 就是 就是 私有產產性 就是我用社會理 社會學理會來講話 某個東西是專門屬於你的 或者專門屬於公家的 然後 然後 我沒有 我沒有聽過統一而去哪 這個才叫我偷嗎 然後第二個 偷東西 一定是由一個東西 從一個地點到另外一個地點 所以這部電影 基本上是這樣的架構 他們就是要讓這個 頭像 從 從什麼地方 搬出來 然後為什麼是在那個地方 是儲產室 大家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是儲產室 然後最後呢 他們本來應該想要偷到市場去賣掉 廢鐵市場 可是最後那個頭像到哪了呢 一開始是現在新聞兵馬 我自己是認為是 那個 我自己認為啦 那是那個頭像 自己想在那個地方做下來的 大家可以想想 為什麼安排在那個地方 讓這個頭像 站在那裡 我先 打岔一下 基本上 我會把這部電影的每一個細節 都當成是導演刻意的安排 所以我就會試著去想 他為什麼要進去 我為什麼會在西門町 然後他最後 他為什麼會在那 就是塔車上面 然後繞行的台北市 然後還經過什麼樣的地方 這個 所以這部電影 電影被把想成是一個 就是一個被偷而動心風 他原本在的地方 去了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一定很重要 大家看看 他不管是原本在的地方 或者是他停留的地方 或者他最後經過的地方 可能都有難 另外 偷竊這件事情 就是忽悠我剛剛第一點說的 就是偷竊這個 這件事情 他本身是 每個人擁有每個人各自的東西 所以他其實是一套秩序 如果以左派的話來講的話 那就是私有三個字 所以今天你去偷人家東西 你去偷人 那就是那個秩序 就是那個秩序被干擾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這部電影裡面 有哪些秩序被干擾的 因為我們可能看完這部電影 你覺得 啊他們其實偷學校的同向 到最後 比較適合 只有寫回過書 真的只有這樣嗎 他們這個行動 到最後真的是失敗了嗎 然後他改變了什麼樣的秩序呢 或者是他們偷這個東西 其實最後可能誤回原位 那他們是不是偷到了 他們可能偷到了 是同向的東西 而是個抽象的東西 所以才會有最後這個小左派 小邊嘛 對他們的合作 所以他們其實最後獲得了一個東西 大家可以想一想看 那個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還可以說 這部電影是一部青春片 青春片其實有非常多類型 比如說 是一部成 比如說我們看到會有一些電影 可能學老師很喜歡放一些 呃 強調成長的 然後強調正面價值的 我們會說這種電影 就是那種成長電影 或是啟蒙電 那我想要問的是 如果這部電影是青春片裡面的 成長電影的話 請問 這些裡面的人物 如果說他有成長的 請問他的成長是什麼 他的啟蒙是什麼 他多發現了什麼事情 然後這部電影 另外一種青春片叫做 《笑語愛情電影》 那一個我覺得很難的 可是這部電影沒有愛情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 應該那個 那我可以想問 那我可以想問 那為什麼這部電影 既然是青春片 為什麼沒有愛情呢 而且不但沒有愛情 然後甚至沒有女同學 大家可以想看這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種青春片呢 基本上呢 就是 用來告訴小朋友 你們要守一些規矩的 這個可能在早期 台灣電影比較多啦 他基本上他就是看一些電影 然後 不知道在你們聽過的 那代表叫《年輕界》 他早期一些學生片 基本上看完他的電影之後 會不會那個時代的年輕人 他們都想要看 看自己年紀差不多的人去演的電影 所以他們去看了 那些電影其實都經過 因為那時候可能是《戒嚴時代》吧 你們會有一些 有些電影 就是他會把一些 因為那個時候還有電檢法 所以會讓大家看的電影 都是政府認為你可以看的 而且政府會覺得可以讓你們看的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管 所以有一種青春電影是 看完之後會比較好管 這個例子有很多 我們沒有時間而已 另外還有一種電影呢 是所謂的青少年反叛電影 我不知道大家打算你們 會對先想到什麼 但是我要說的是喔 很多青少年反叛電影 他其實是政圈電影 或政府要控制觀眾的一種練習 大家看完以後 只會在看電影那個時候 享受到那種反叛的快樂 看完電影之後 你可能還是會接受裡面的 一套價值觀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看過有沒有看過 哪一些 乍看之下裡面的主角是反叛的 然後可是其實 他的意識情感 或這個導演 或這部電影的立場 其實是很保守的 同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問問看這部電影 如果我們認為 通通向這件事情是反叛 他到底這部電影有沒有保守成分 所以一部電影到底是不是反叛 裡面的青少年到底是不是反叛 我們應該要直接去判斷 最後還有一種 大概應該是現在 大家看必須來最容易看到的 是YA片 他叫做亞可道 就是很年輕的成年人 大家可能看過最多的 就是那種美國高中校園 然後通常是喜劇片 這種電影大概是最可怕的 裡面有非常多正式不正確的事情 就是性別歧視啊 種族歧視啊 然後我也把這個東西當 就是有什麼 精神兼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種電影是專門拍戲上面的生活 可是裡面是非常正式不正確的 然後這種電影通常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這些電影的時候 我會心裡面感覺 就是覺得不太舒服 我只是要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電影 覺得唱得很開心 那表示有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開心的地方是什麼 它通常不是這部電影 有問題的地方 另外這部電影 因為裡面有出現面具 面具這個是當然是這部電影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然後其實 我也可以說這部電影 其實是一個面具的戲劇 這可能會比較複雜 比如說我可以大概很快譜一下 在那個什麼 希臘悲劇裡面 現在大家看不到 希臘人看不到 希臘悲劇裡面會有一群人帶電劇 然後他會 他會正在你們的旁邊 會說一些話 這些人呢 通常他是講故事的人 或者是他是旁觀的人 然後他也是個評論人 他會評論裡面的人物所做一些行動 他通常是相面 那我想要問的是 電影裡面這些 他們都戴上面去了 請問他們是對什麼 對什麼東西發出了評論 你們可以從這邊找過來看 另外一個 那莎智里亞的戲劇 莎智里亞 大概就是我最近時代的中國亮 大家如果有機會 就是像這些文學經典 這邊可以稍微查理一下 爸爸媽媽都叫 希望孩子裡面 世界文學經典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都沒有看過 如果他們看過 你絕對會 其實一定給小孩子去看 因為那些文學經典裡面 有所有人 通常都變成經典 就是因為很多景氣的東西 很黑暗的東西 所以 像莎智比亞有一個劇本 因為大家都覺得是經典嘛 如果你去看 就會發現 日出都會亮 只不過他講 比亞出都會亮 不同而已 莎智比亞戲劇裡面 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 他會有些喜劇 專門就是用身份 誤認 我可能把一個人 誤認為另外一個人 然後產生一點 或產生一點串喜劇 所以我們這部電影 那個面具可能 就在我們今天 下午看那部電影裡面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個面具 可能是跟身份有關 戴上面具 是隱藏的某些身份 也有可能是透顯的某些身份 然後那些喜劇元素 就是從這個面具的穿過 裡面出現 大家可以想一下 另外 還有哪些人會戴面具呢 有另外一種電影裡面的主角 他們都戴面具 蜘蛛人 超人沒有戴面具 超人是把眼鏡拿下來以後 大家都說 面對他的屎 要不要就是蜘蛛俠 通常這種要戴上面具 以後才做事 不然就是做壞事 不是做好事 就蜘蛛俠之後 戴上面具以後才做好事 因為他平常是個日本家 他只有戴上面具的時候 可以做跟正義相關的事 那我想要問的是 那這部電影裡面 他們戴上的面具 到底是 是偷東西 是犯罪呢 還是他們是 去做了一件正義的事情 如果我偏要把這部電影裡面的偷竊 看成是正義的 那我應該怎麼解釋 最後 那個面具這件事情啊 就是 面具那個詞齁 除了那個Mess 那個詞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字叫 Sona 它也是面具的意思齁 不過大家就是 你要學過個字吧 Tesonality 就是人格啦 為什麼面具和任何有關呢 大家都以為大家是現有臉的 然後才在想講面具 但我認為大家其實很應該是沒有臉的 大家是戴很多面具以後的臉才出現 這我很快提過 另外 我剛剛講的這幾個 大概都是跟這部電影講故事的方法有關 然後我很快再提幾個 就是 然後我也提出了蠻多 也提出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這個可能等一下會有另外一個講解 如果大家可以稍微 稍微大家可以走 可以試著回答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人物好不好 人物大家會覺得那個主角啊 應該就是阿佐和小天 但如果我要說主角是孫中山 可以嗎 如果我說主角是孫中山的話 你要不要解釋這個電影 另外 通常啦 我們只看得到主角 我想如果看那些配角 大家回想一下 那一些他們的隊友 那些配角是什麼樣的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看得到主角 然後不太注意配角 所以大家可以想著看 這些配角是不是不可或缺的 他們扮演什麼功能 然後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配角 應該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 就是路人 大家也沒注意到 他們每次在街上 要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都要躲一些路人 那我會想一下 他們要躲是哪些人 為什麼他們要躲這些人 他們有可怕嗎 如果大家有這個看第二遍的話 可以想一下 那些路人是誰 他們也是配角 那個路人明明是剛好經過的 覺得應該是導演刻意安排 他們去講路人 所以大家如果看第二遍的 就想想這些路人 為什麼會出現在大 他們呈現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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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社會上的偶像面包 或是這個城市的偶像演習人物 講到演習人物 大家如果可以想想 可是我們大家可能看完 可能對那個小左那個小天 我們會覺得他個性會有一些了解 然後你也會記住他們的臉 他們說話的方式 或者他們表演的方式 有人可能會覺得很自然 但我要說 那個年紀的小朋友 我們還不想變得了 然後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可能要想要請問 不是想要問請大家想想看 他們有沒有可能代表的是背後的 他們是不是其實是一個典型 他們代表的是某一群的人 那麼他們之間的友誼 不管是可能就是看人還是敵人 後來變朋友 但他們的與友關係 可能就不單單是這兩個人的關係而已 可能是他們所代表的後面那一群人之間的關係 這個可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另外場景 大家可以看得到是校園 然後我想要先請問一下 就是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部電影 其實根本就沒大人 除了路人之外 基本上學校是沒有大人的 大人其實在最後他們出事了以後 老師才出現 然後家長才出現 然後教高才出現 大家有啦 有出現一個雅蟲軍嗎 只是基本上他其實和我們一半 看到那個學校的大人不太一樣 然後大家想想 為什麼在這部電影裡面是個校園電影 我們都要看校園電影都會出現老師 或我們比較討厭一些人 但是為什麼這部電影導演安排 應該是都沒大人 然後為什麼那個大人在最後才出現 然後他們出現是為了什麼 這些大人到最後出現 好像他們就出現 做一件事 那件事又是什麼 另外這部電影的場景 就是這個城市對不對 校園裡面可以先不用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這部電影的一些 就是城市的場景是在哪裡 然後我特別要問就是 為什麼後面有一個場景 幾乎大概要整幾半個小時吧 應該你們20分鐘吧 在西門町 為什麼會選擇西門町呢 不知道大家對西門町的看法是什麼 然後大家也可以想想西門町 對這些青少年的利益在哪裡 然後那為什麼他們就在西門町落王 應該是吧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場景來想一想 西門町這部電影扮演什麼角色 還有一個重要的一個地景 就是那個台北約一馬 那片文 一部電影的開頭和結尾都非常重要 那大家可以想想 那樣的結尾為什麼能安排一個台北約一馬 最後還有這部電影的幾個很重要的象徵 第一個是銅像 我想要先問大家 就是 我並不知道大家對銅像的看法是什麼 但是每個人可能跟銅像的看法都不一樣 那我想要請大家想不想 這個銅像 對於這部電影裡面這些小朋友 這個銅像的意義是什麼 他們真的知道這是尊文嗎 他們可能 還是他們其實對我們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他只是一個人型的東西 很賣錢 那如果他們不知道這個 那個銅像是製作人 那為什麼這部電影要稱為神功感到尊重善物 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這個電影會在 而為什麼這個銅像會在所嘗試的 銅像是應該在那個地方嗎 或者銅像本來就應該在什麼地方呢 或者應該要有銅像嗎 銅像在哪裡或者不在哪裡 或者如果他有助力 那自我原點的新聞 銅像要留還是不要留呢 誰想要留的誰不要留 然後有人不想要把銅像給推倒 有人說要留著 因為他可以作為一個證據 說這個人其實做了什麼事情 如果這個人可能是在海邊救人 當然如果去過那個 女王公的那個叫什麼 灰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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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個魚夫 有銅像 他就是當初 你剛剛都沒有過這個故事嗎 所以他一定捨 就是捨身救人 所以他有銅像 所以銅像他原本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讓人家指著說 啊 這個人他曾經為了救神的神的死在這裡 然後如果是討厭的人 他如果像蔣介石的銅像 如果留著 我就會指著他說 他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如果沒有那個銅像 就沒有一個東西可以指著他 去說他做過什麼事 所以有人是用這個理由 我們決定要讓銅像留下來的 然後有雙銅像留下來 可能和他是誰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可以拿去賣錢 你可以拿來二稿 大家知道前一陣子 那個臉書上面有在傳 那個建宗學生 每年畢業典禮之前 都會把那個銅像 打扮成奇奇怪怪的樣子 欸 是不是銅像留著 也是有他用處嗎 第二個重要象徵就是面具 面具我剛剛稍微提了 然後我特別要求這一件事情是 我們總會覺得那個面具 好像是要遮掩什麼 但是 有時候你戴上面具 你要遮掩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會同時洩漏一些東西 所以有時候面具 並不是要遮掩什麼 他可能是洩漏什麼 如果我要這樣問 如果大家有記得這個概念的話 我想問 為什麼是這樣的面具 這個只是因為他比較便宜吧 然後他們戴上面具之後 洩漏什麼事情 為什麼那些面具 通常都是男生 就是你自己回起來坐 然後那個女生就是 你不要進來 這個不就是不選生物的 這些常態嗎 然後我們這部類 比較重點的一發 他讓這些小男孩 都戴上我們女生的 這個沒少女的面具 看起來好像是一堆 熱血沒少女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當然這些面具 除了有這種 好像比較有一點性別意識的解讀法之外 他有一個非常性別正確的解讀法 是我當初看到這個電影的海報的時候 我一個想到的是 那個 他國父就是 就是一個羅因寇 不是嗎 他不是在年紀老國念的時候 因為長得非常帥 所以是到處看一起 就是他跟少女在一起 所以我當初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是這個 所以我就看到 那海報裡面 那個國父孫中山 配一堆少女 我也都很幸福 這是可能是一個很正確不正確的看法 但是我們這部電影 好像可以經由這樣 好像很苦手的一個安排 然後同時這樣 很好笑的事 也可以講別人做的事情 最後我要提議一下鞋子 因為據說之前有看過這部電影 有人有提過一個鞋子的問題 可能大家沒有注意看 但是這個是可能對國中山來講比較重要的 他就覺得我 我記得我國中山在這種時候 大家都會搶誰要穿那個 Jordan的一袋 然後大家花很多錢 要去買一個Jordan的球鞋 所以可能對這個球鞋 對於國中山洞的意義 可能是和對陳國人很太一樣的 但是我想要問的是說 我想要稍微補充一下 這個鞋子啊 鞋子在非常多電影裡面 它其實是扮演很多貧窮的符號 所以你最常看到一個人如果是貧窮的 他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說 他穿了一雙破鞋子 最接近的例子是什麼 就是少林足球 當然如果有看過 就是周星鞋那個角色 是穿很破鞋子 好像從廣州 還是從申郡 要走路走到香港 所以前後兩個鏡頭 前一個鏡頭是大家穿拖鞋啊 握機幫到鞋子啊 然後後來到香港的時候 大家可能穿皮子鞋 所以這個鞋子其實和貧窮 和身分是有關係的 而且鞋子這件事情和 大家因為有人聽過吧 說你們 曾經有人穿潮鞋 後來經過了一些 現在的運作就可以穿皮鞋 然後他穿皮鞋的時候 讓他穿潮鞋之後影響 然後最後我還要再提的是一個 最後就是 一個很大的一個東西啊 就是孫中山啊 這可以到最後 可以大家來討論一下 這到底孫中山的意義是什麼 雖然我們講到銅像 看到最多就是孫文 和孫益仙和蔣介石 但是他們的意義是一樣的嗎 我們常常會把銅像 都把這兩個銅像都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看 但是把他們放在一起看 其實蔣介石的作法 如果今天國父知道 他的老鄉都喜歡 像一個石像在一起看 所以我想問的是 為什麼這部電影是孫中山 然後為什麼是 在這個時候 在此時此刻要去孫中山呢 其實孫中山就 意思就是說 要我們回去去圖中國的歷史嗎 或者是孫中山這個距離 我們這麼標準的 現在 在這部電影裡面 是要被搬來搬去 然後出現了鏡頭 可能一定很多人都很多 那他有可能有什麼利益嗎 這也是大家可以想的問題喔 所以我剛剛大概就是 但是就電影上面有確確實實 出現在螢幕上的東西 然後向大家提了很多問題 然後這些問題 我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解答 但是如果 那 我是希望像這樣一部電影 因為我剛剛開始說了 這電影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我就是要把整個電影出的很難 所以這些問題其實都是蠻難的問題 然後給大家 等一下可以討論 或者回去可以想想 或者去可以互相問一下 這樣子 我的部分大概就先到這邊結束 這樣 謝謝頻道 那剛剛其實 真的完全就是從這個影片 影像的角度去討論說 可以關注到哪一些重點 那當然因為我覺得 所以電影對多數的人來講 其實因為 可以一個電影 大家各自有不同的力量 去詮釋去做表達 那所以他也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那待會兒 我們會讓各位來做一些討論 跟提問 那面對影片的部分 來做一些回應 那接下來我想說 因為這部影片 其實討論到裡面 很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 很多新的關鍵 其實還是在說 傳達出說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尤其是 你看 其實在生活在台北 這樣一個部位城市裡面 有人繳不出版廢 繳不出別人的費用 然後 可能 甚至你可能會面對的 你說非常複雜的問題 那這些複雜的問題 背後 他是不是真的完全是因為 個人的關係 還是說我們整個大社會的環境 到底是什麼樣的分位 那我覺得 如果要介紹貧窮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比較習慣不是從個人的角度看 而是從一個更大的面向來看 那我 因為我以前在這個 維克惡主持工作 維克惡主持呢 他現在全球推展了一個 東西就叫尊嚴運動 這是我們這次標題之類的 尊嚴運動其實很慘的 就是一個貧窮的問題 貧窮是一個全球性的一個議題 那它有相對性的概念 你在很窮的國家 會有貧窮問題 那難道在富裕的國家 就不會有貧窮問題 一樣是會有的 所以 這個貧窮問題 我們認為它最大的根源 應該是說來自於說 一些有權利的人 那就是有泡額的這些人 那有泡額的這些人 通常是指向是誰 政治人物或國家機器 這樣的人 他們也沒有辦法負起完全的責任 然後沒有辦法負擔一些 可以對於把這個貧窮的責任 把它負擔起來 所以才會遭走這些貧窮的現象 所以我們才會推行這些尊嚴的運動 那我覺得說 這個全球性的這個 反貧窮的運動 尤其是像聯合國從這個 有一個千禧年計畫 我們知道大家知道 它就是要全球的抗平的運動 它的目標是說 2015年之前 要把全世界的貧窮 消滅到大概哪個百分之類的 還有聯合國頂出這樣一個計畫 其實我們台灣不是聯合國勝利 大部分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貧窮對台灣來講 還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社會議題 那我想說 是我們接下來 就先請這個 青年勞動95聯盟 他們在過去推動了很多 尤其是有關青年的 這些勞動權益上面的一些問題 那從 這個95聯盟他們的一些經驗 然後也來告露 因為我知道他們有一個 這個 這個什麼 什麼宣言 對 今年的貧窮化宣言 那個 我想說 他們對於這個部分 有很大的琢磨 那我想說 請小文來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這樣 那我們歡迎小文 大家好 那 其實我 那我現在是在青年勞動95聯盟 擔任工作 然後我另外一份工 給我另外一份兼職是在工會 我在中央健康保險署工會 那就是 主要就是在勞工團體工作 那但是其實說 我其實自己 我自己的生命成長一層裡面 其實我還 因為我家其實算是一個 呃 幸福快樂的家庭 對 某程度上 那所以我自己的生命經驗裡面 沒有經歷到過說 找不出班費 或者是 那個 找不出畢業的行費 這樣的情形 那現在我到了 我進入大學的時候 我參加學運社團 然後 可是我參加學運社團的時候 那時候對學運社團想像 大概 就像我們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的那個廣告目標 革命奮鬥就青春 對 那革命奮鬥就青春 革命奮鬥就青春會是什麼 然後想到的可能就是 嗯 國父十二次革命 對 或者是 呃 像我們 我能夠看得到的學運 大概像野百合 嗯 那個一群 有理想 有理想 有抱負的青年 然後在中正經驗堂 要求萬年國代下台那一種 對 可是 在我進入學運社團 那段期間 呃 其實是沒 都沒有 還有沒有遇到過說 像那種很大時代的 然後叫萬年國代下台之類的 這 這一類的運動 然後可能 我們談的運動可能是像 呃 宿舍沒有熱水 呃 或者是呃 呃 宿舍有門禁 或者是呃 呃 教師 呃 學生那個教育評鑑 調評鑑很急車之類的 對 但是能夠看到最多學生出來的 常常是那個 反高學費運動 對 所以其實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看到都講不出班費 好像當我聯繫 聯繫到說 後期有一個國政學運社團 常常 幾乎每年都要反一次的 叫做反高學費 然後 那 其實反高學費 可以 呃 聯繫到各各 各各跨校的學運社團出來 然後跑到教育部前面 可是他也是被騰 離島區的一種運動 因為幾乎每年學費 還是會一直漲 然後 學生每年都還是一起去喊 對 那 可是都會說這個學生 呃 大學學費 呃 高學費是一種榮譽 因為呢 那個叫什麼 有名的學校 名校的學費都很貴啊 所以我們要 要升級 所以我們學費要很貴 但是 可是他們就不會去講說 像歐洲的一些大學 其實他們其實都是公共化 然後 那個 由國家 由國家來整合整個 大學高等教育的 對 可是他們就不會去講這個 都算比美國 對 那 可是 那學費越來越貴的時候 那時候 九五聯盟 在成立 那一段時間 其實是一群年輕人 在討論說 最近有什麼 青年議題應該要打的 就發現說 欸 學費 學費我們每年都反過下來 可是 實心從而就沒有調過 我們那個時候還是 66.5塊 每個小時 對 那 那個時候 我們覺得說 66.5塊是怎麼算出來的 他是從基本公司 那時候15840除以30除以8 因為每天工作8小時 然後一個月30天 這樣算出來的 可是那個意思就是說 那 那 我們的打工的學生 就必須要打工去換學費的那些學生 他必須要 他要做到15840 就是要每天 每天8小時 每天30天 他都不用去上課了 對 那所以 我們是覺得說 所以我們再把那個 國定假日後 調以後 決定 應該是要 打到 應該把它調到 1595塊 可是在2005年 那個時候 就聯盟出去 倡議這個議題 可是 就在 當然企業主一定 企業主一定也會反彈 然後最後 最後 在那2005年那一次 他是被打下來了 因為企業主的力 拳頭還是比較大 可是到了2007年 那個 那時候的勞委會 現在的勞動部 那個時候 2007年說 要調掌 公司的時候 我們趕快 又有出來 要求一定要調 一次調足 對 那終於就調到了95塊 可是調到95塊以後 很多雇主 他可能 他可能是假裝不知道 也可能是真的不知道 對 所以我們就有開始 開始接受打工職的申訴 因為大家都聽說 95塊很開心了 可是雇主他不見得會這麼做 對 那95年我們就開始這樣成 從一開始說要倡議 實行95塊 到 我們要求 要求到了95塊以後 可以接受學生生存的最後 就一樣 變成一個聖門法人 對 那這是95年 那其實除了 除了為打工 為了必須用打工 來換取學費的學生 爭取權益之外 其實我們 也開始接觸到 有一次我們遇到一群那個 技術學院的學生 來申訴 對 那技術 那個 工技術學院 他們中華技術學院 好直接講 然後 他們那時候是來跟我們申訴說 那時候他們是招生檢章上面 他們那是產學專班 然後那產學專班呢 我來 他們那時候是五天上班 一天上課 一天休息 就五一一制 跟產學專班 很多都是這樣子 然後 那他們其實會來念這個學習 念這種班 當然是因為說 我來這裡工作 那我可以賺取學費 然後又可以 學到技術 然後又可以取得文憑 就是覺得是 覺得是有好數多多這樣 那可是那時候 招生檢章上說 你一個月薪資可以有兩萬名 結果一去只有一萬九 而且去的可能 沒學到什麼技術 他們航空管理系嘛 去的是 去做的工作就是班行李這樣 然後 對 可是我後來是聽說 那個 以產學專班來說 這樣 他還看得到飛機啦 對 那因為其實 因為我有聽說過 那個 有資管系的去加油站 那個產學 那個產學專班 跟合作廠商的加油站 他說因為你在加油站 打電話 聽資料啊 你沒有學到資訊管理啊 對 還是在相關科系這樣 那還有 或者是那個 動畫系在工廠洗網版的那一種 對 那其實就是沒有在管理 那 那跟學校 那時候那些技術學院的學生 跟學校投訴 結果學校是跟他們說 那不然我就轉班 不然就不用念了 轉班 意思就是不要念了 轉班或者是退學 你去考別的學校 然後最後我們是 到教育部去跟他們 跟他們合作一段時間 那時候在教育部前面 都靜坐了一天 對 然後要教育校長過來 然後在 那其實我們 對我們這些 其實九五年嗎 那個時候 幾乎都是大學生 或者是研究生 然後 其實在 其實出到這些技術學院的學生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一個偵探 因為這過去我們自己的高中生活 就是每天念書嘛 然後念書 然後 努力念書 然後考上考學校 然後我們就 也許未來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對真正 可是我們 在另外一個技術體系的學生 他們可能是 因為產學專門是大專院校的 那 可是他們幾乎一整個禮拜 幾乎都在工作 對 那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覺得很大的生活 生活落差 他們叫做 我們都說他們叫產學 就是 心思變得很非常的產學 那我們還叫做優學 這樣 然後 那其實那時候在教育部 好不容易要跟學校要到說 他們去同意跟陶琪 陶原行情談條件 對 那其實 那可是結果最後本來是卡在行情 行情不願意給 陶琪不願意給他們 那個 不願意給這些學生 兩萬五 那為什麼卡在那裡 因為這個 他們是 他們說他們是 因為陶有工資的 他們是不屬於陶琪 就這些學生其實是太成功了 這些學校把這些學生 合作廠商廠商過去 結果他是 派遣 結果他們做的都是派遣工作 結果最後這些學生是有點放棄的 對 可能就有的 不想念了 有的繼續授受那一萬九的薪資 有的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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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班退學 真的就這麼做了 對 那所以這個案子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失敗 而且比較失敗 然後對我們來說也覺得很震撼 所以原來有 有 跟我們拼心時空的學生 是這樣子做的 對 然後到我們2010年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 那時候也是 就是接觸到洋華工會 那時候有 任何協助洋華工會 他們說他們 也是提供說他們工廠 洋華工廠那樣的 尖叫聲 對 然後 然後我們在 在那個 協助那些 然後在 因為洋華工那時候 打建教生的議題 所以我們也 跟著一些教師公會啊 之類的教育問題 想要推建教 建教樁法 對 建教生權益提進條例 對 建教法啊 對 那現在其實已經通過 那就是這些 其實前幾天才 那個 立法院才開了公廳會 那立法院就在安安教了 說 這個建教樁法 不一定說同工 真的建教生 一個禮拜 要 雙周八十小時 那這樣的話 那個我們老基法規定 雙周八四小時 他們少了四小時 所以我要 我要要回住那四小時 這樣 他們說這樣很難管理 對 或者是 那個 廠商要交保證金 對 那其實 這個 這個也都是我們還要 就是 所以這台剛才那些教生的權益 雖然說已經立法 是一個成功的 成功一半了 對 但是這個 這個權益能不能夠 不要往後悔 然後 而且 這個 大專院校的 大專院校的學生 能不能 也被保護到 因為 建教合作 它是有高中心 可是 產學合作 它是大專 那大專還沒有保護到 因為它在教育不許 什麼的東西 對 那 那 就是它還有一段路要走 那其實 我要說說 除了那個 我們看到說 別人是搶學 而我們去公學 可是其實 大學生 給重生 其實 生活也沒有比較好 我們以前也對高校公會 我們以前也是對高校公會有一些練習 那時候 他們也在打一個問題 大量的問題 一個問題叫做 大學生的無心實習 其實很多這樣的心理啊 教育啊 醫學啊 那個 傳播 以前也傳播的 然後 其實都有很多 那種無心實習的問題 然後有時候可能 一去做 就是做一年 要不行 或一年都不用付薪稅 甚至是 教育 可能教育科系等 可能進入去教育科系 還要交給學校 一筆 還要交給學校 一筆學費 對 那或者說 我們BA以後 還有很多 像派遣 或一定就業 或者是 95年中 前陣子 有在版本 一個很多的交通 22K企劃 對 那 其實政府他當初 反22K出來 反22K 反22K 現在很多 很多企業也開始覺得說 欸 那學生就是22K 對 那甚至說 欸 如果學生你們這樣繼續炒 繼續放的話 就只剩15K 只剩15K了這樣 對 那 其實這些都還是我們還必須 關心努力的地方 那其實我在看這個部分的時候 這樣我覺得 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這些學生看 這些小朋友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分別不去 然後那時候都在搶那個頭下 然後到後來發現說 欸 那個第一批 第一個 team 他們搬模向搬不動 然後第二個 team 就上去搬 他們兩個 team 搬起來 才能把模向搬走 其實那一幕 那是我看整部電影的時候 最感到的地方 對 因為 因為 以前在我們的運動裡面 其實會看到說 其實很多做事是 互相競爭 互相搶私運 然後 互相踩 那 例如說 像我剛才提到的 中華親戚學院的案子 為什麼 那個陶琴會不願意 把那個 把薪資分給他們 不願意點換兩萬個五 因為 那是陶琴跟陶琴工會談的條件 因為 那個是對我們 另外一個很震撼 那個案子對我們另外一個很震撼 竟然是工會說 不要比這些學生很高 那 因為 那個 因為這些工會 那時候要再公司 幫談條件說 欸 你必須保護我們 必須保護我們的權益 那 沒關係 如果說你覺得 你的成本 你成本不成本的話 那我們幫你開一間派遣公司 然後 那這些派遣公司 這些 這些人的權益 怎麼押 那現在不要 傷害到我們就好了 對不對 這其實在我 我自己的工會經驗裡面 也常常是 派遣公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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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遣公是 他的 那個 那個部主是派遣公司嗎 他不是 他就沒有辦法加入 辦企業的工會 那工會 因為工會會政局 那工會 跟派遣公可能時候 常常是 常常是對立的 那常常是想要 要求保護我 公會的會員 然後派遣公到旁邊去 沒關係 然後又加上 派遣公又自己 又很難處於工會 因為他們 更散在這個地方 然後 或者是 那個 或者是 要加入 有時候其實 武工會 事長 理事 武工會 剛剛我自己 只要說一聲說 不管我就是要保護派遣公 其實他們是做得到的 因為他們是組隊的 對 因為他們認為公司 這樣幫他去搶保護自己的事業 所以其實當我看到 這兩層在那裡 在那裡搶一個 投向的時候 真的就讓我看到 相信那個 我們在工會 沒看到 那工會派遣公在那裡搶私業的樣子 或者是 嗯 欸 我本來想到你 好 對 還有就是 像本勞跟外勞 本勞跟外勞問題也是一樣 其實其實是 在我自己工作會裡面 有時候一遇到勞工 他自己有附外勞 他說 為什麼那個 政府的導師在討論說 我們要調高外勞 是不是 我們本勞都快去不好 為什麼要調高外勞 那那個 那 可是問題是說 當外勞被點價的時候 那 那 那 部主是不是因為他自己喜歡 更愛用外勞 那本勞會有最後的機會 那其實是更加幫助 壓到本勞 可是問題是 其實其實在工廠裡面 有時候本勞 有時候本勞 他其實也可能給開啟外勞 甚至 也不希望外勞 薪資 薪高 如果順勢有時候 也利用台灣人 台灣的心理 那個 有時候部主他就直接叫外配來 叫外配來當公公公 對 那那個 因為外配他覺得說他在台灣 他都可以抬起嘛 所以他當他可以當到冰頭 然後來管這些等老的時候 他非常地上行的話 對 這個是等於說 我們看到這個市場 我們覺得最 整個運動裡面最挫折的地方 就是做事情有時候常常互相採來採去 可是當他們可以發現說 如果一群人 我們少少的去要車的私業 用不到的時候 不同的族群可以換接起來 才能夠真的能夠達到社會 大家都可以分到資源 然後大家都可以平均定層 或者是平均資本的時候 那個才是所謂的 或者就是國父聖中山 所謂世界道的目標 那希望是我的一些分享 也希望聽到大家的想法